之路而言只能算贏了一半 他必须要赢得6月份的国会选举 政策才能够充分落实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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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国大选结果出炉 马克宏以压倒性胜利 狂胜极右派候选人马林勒彭 成为自拿破仑以来 最年轻的法国元首 民众开心庆祝 现场气氛欢乐 欧洲各国也纷纷表达祝贺 这次大选被认为是数十年来最重要的选举 无论是中间派的马克宏 或是极右派的马林勒彭 都将决定欧洲的未来 得知败血马林勒彭 难掩失落情绪 他致电祝贺马克宏 并发表感言 感谢民众一路上的支持 并誓言成为在野最大势力 但马克宏也无法高兴太早 因为选前有民调显示 投给马克宏的选民有三分之二 是为了阻止乐鹏当选而投下含泪票 另外六月的国会大选 马克宏能不能带领政党取得多数席次 攸关未来政策推动 新科总统的挑战才刚要开始 记者 纵合